在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经济数据中 红冠经济形势仍然是大家关注的调整 我们是今天没有继续走出反弹行程 很多投资者都在实际上 国际油价开始回落 地产报告显示 很多地产企业的资金内已经相当 在中三角地区 其中一部分中小企业 正在想办法解决他们遇到的困难 在今年的CCTV经济年度人物评选当中 中国创造仍然是最重要的 大家晚上好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我是谢盈盈 1月1号不仅是2011年的元代 也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全面启动整整一周年的日子 作为世界上覆盖人口最多 同时也是最大的 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自由贸易区 中国东盟自贸区给地域偏僻的西南地区 带来哪些机遇和变化呢 我们今天就到我国 通往东盟各国的桥头堡云南省去看一下 2010年12月16日 记者沿着蜿蜒的盲瑞公路 前往云南最西端的一个口岸 德鸿州瑞丽口岸 然而过了瑞丽口岸连检大楼 记者却发现了一个特别之处 我的身后是瑞丽口岸连检中心 一般的连检中心往往和国门是在一起 然而瑞丽口岸的国门不一样 瑞丽口岸的国门是在数公里外的解告边境贸易区 因此解告边境贸易区就形成了境内关外这种特殊的监管模式 过了瑞丽大楼 不远处就是横跨瑞丽河的解告大桥 大桥最爱就是三面与缅甸相接 面积只有2.43平方公里的解告边境贸易区 那么这个地方有什么特别之处 境内关外又是什么意思呢 在瑞丽大楼的海关监管通道 记者见到了正在对通关大货车进行检查的瑞丽海关监管科科长徐斌 这个是根据国家对解告特殊监管区的管理规定的话 过了解告大桥中心线就适同出境 就不需要海关再继续进行监管 进口的货物在解告存放交易是不用向海关申报 过了解告大桥到连检楼这才适同进口 解告经贸区的这样的一个进口模式还是比较特殊的 这个全国唯一的特殊监管区 我们不需要任何证件和检查 就可以进入到解告边境贸易区 这里像中国普通的一个南方小县城 而最有特色的是这里有三个国门 这里是云南省德宏州瑞丽可岸 和其他可岸只有一个国门不同 由于这里三面环缅电 这里有三个国门 我身后的这个国门被称为正国门 这个国门的主要作用就是公务出访 旅游和部分边民的出入境 我的身后就是云南瑞丽可岸三个国门之一的南面的国门 这个国门的主要作用就是货物的进出境 就在国门的正对面就是一个停车场 这个停车场上面停满了即将前往缅甸的大货车 同时这里也成为了中缅贸易 一个非常重要的货物仓储中心 这里是瑞丽可岸三个国门之一的北国门 这个国门是中缅边民相互出入境的主要通道 我们看到边民在这里出入境十分的便捷 作为云南最大的边境口岸 今年一到十一月 瑞丽可岸的进出口贸易货运量达到了99.99万吨 贸易值达到了10.76亿美元 货运量同比增长了29.3% 贸易值同比增长了51.7% 整个报关单量占到整个昆明关区的三分之一 瑞丽是商务局副局长金宇告诉记者 瑞丽口岸作为中国通往印度洋的门户越来越重要 目前中国进入这个印度洋的通道 目前我们认为说主要有三条 第一条的话就是进入太平洋 然后的话绕到马列加海峡进入印度洋 第二条的话就是从昆明到瑞丽 然后的话到两方进入印度洋 第三条通道的话就是往新疆出去到巴基斯坦进入印度洋 目前这三条这个进入印度洋的通道的话 只有瑞丽进入这个两方的这条通道 我们认为是最安全最经济的 正因为有独特的地理优势 如今瑞丽口岸和缅甸木杰口岸的贸易量占到了缅甸贸易总量的70% 除了之前的木材矿产等后贸易外 现在的玉石贸易在瑞丽也非常红火 这里是位于瑞丽解告边境贸易区的一个玉城毛料批发市场 这里的商户绝大多数都是缅甸人 而全国各地的玉石商人都在这里来选购玉石毛料 因此这里已经成为了玉石毛料一个重要的批发平台 高明宝是缅甸华人 在这个市场做毛料生意十多年 正是有了缅海关查验的境内关外政策 加上缅甸盛产翡翠矿石 因此很多缅甸人把翡翠矛料直接带到了结告 叫片料 都是那边沿头过来的 直接就到这边来卖 那他们现在过不过那些方便吗 方便 他们都是长期的 他们都带习惯掉了 在选购玉石的人群中 记者找到了广东接洋的玉石商人陈景豪 他所在的广东接洋 也是中国三大粉丝玉石基地之一 但他们还是千里刀条来到结告 选购合适的毛料 因为他毕竟是跟缅甸交界 那翡翠也是产与缅甸 所以他这边的毛料应该是第一手 就是说进入我们中国第一个关口 你最大的一次采购了多少钱的东西 有100多万吧 如今不仅是解告边境贸易区 整个瑞丽市形成了五个珠宝人区 缅甸巴基斯坦 孟加拉 斯里兰卡等国家的商人 云集瑞丽 从事珠宝交易 瑞丽缅急商会会长彭爵告诉记者 现在瑞丽有接近三万名缅甸人在这里做生意 为什么现在那边台湾那边的生意很不行 我们明天有一个红南部水产 莫过 一下子咱们跑开到台湾那边 咱们现在不开了那边生意不行 生意好几天了 现在就只有中国这生意了 中国就好 你们外国人在这做生意 和中国人在这开店做生意 从手续上办手续上这一方面 都严 中国人民的外国人都严 都严的 没有什么优惠吗 没有没有没有 都严 我们管理局工商一百五 中国人民一百五 在瑞丽我们都是与世同仁 正因为有了很强的包容性 可以各民族各国的朋友都可以来这里投资新业 有今天的发展 珠宝产业已经成为了瑞丽的支柱产业 瑞丽是保育时协会副会长林云高福记者 政府现在正在规范珠宝市场 于是他们决定投资一家玉器商城 政府不仅手续办理非常顺利 同时还给予免是半年的有规政策 因此短短半年时间 两千多平米的商铺全部出租 很快就开业 然而现在瑞丽的翡翠还处于原料和加工阶段 还没有形成自己的品牌 在毛料这一块 光是过去是加工就卖 像我们这个店 就加工一下就卖掉 但是我们品牌如果打出去以后 全国都认识我们这个地方 更了解瑞丽 更了解瑞丽的经济的发展 瑞丽的结构和缅甸可谓是千末相年 仅仅隔着这个小小的水旗 对面就是缅甸 由于瑞丽结构 同缅甸木姐紧密相连 结构边境贸易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蔡映春告诉记者 他们现在正在申报 包括缅甸木姐300平方公里 和瑞丽1020平方公里的国家 跨境经济合作区 我们就想利用关外这么一个东西 把整个结构打造成一个免税购物区 这样的话到时候全国的 全国的朋友 他们来的话就不需要到香港去买东西了 就来结构就可以买东西了 现在 泛亚铁路西线昏明到缅甸阳光的铁路 已经纳入了十二五规划 高速公路即将修到瑞丽 同时 由印度洋边的缅甸脚飘到瑞丽 总长776公里的石油管线 目前已经在施工建设 预计原油进口每年约为2200万吨 天然气120亿立方米 目前瑞丽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 即将等待国家披护 试验区办公室常务部主任杨正堂 告诉记者 一旦批复形成后 瑞丽将会有更多的优惠政策 来实践跨越式发展 那么把整个瑞丽呢 就是说真正把它建设成为 国家的这个重要的这个桥头堡 国家的重要的路港 那么实现这个 中国人走向印度洋 走向世界的一个西部门户 我们看到的瑞丽口岸是云南边境地区 贸易活跃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 作为中国陆地边界的南大门之一 云南与越南 老挝 缅甸 三个国家山水相连 与14个南亚 东南亚国家毗邻 那么如何打开国际大通道 把云南建成面向西南开放的桥头堡呢 一分钟广告之后 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欢迎回来 为了打开云南通往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的通道 目前云南境内中越 中老泰 中缅和中印 四条国际公路已经是全部实现了高等计划 全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已经达到了2500多公里 位居西部地区的第一 改善基础设施 对云南打出开放牌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我们再到中老边境的西双版纳州 摩罕罕口岸去看一下 2010年12月13日 借着沿着昆明到曼谷的昆曼大通道 前往云南最南端的一个口岸 西双版纳州 蒙辣摩罕口岸 早上八点半 前往老挝和泰国准备出关的大货车 在连检大楼前已经排成了一条长龙 等待边防战士一一的检查手续后 就可以出关 这里是位于中国摩罕口岸的第29号借杯 借杯的背后就是老挝 我左手边这条公路就是著名的昆曼大通道 从这里出境只需要220多公里 就可以到达泰国 因此这条公路和这个口岸 成为了中国前往泰国最为便捷的通道 在等待过关的众多体型庞大的大货车中 记者发现了不少小三轮货车 这不禁引起了记者的好奇 请问一下您现在是送货到哪 送到墨丁 上墨丁 对 我看你们今天炸车送了什么货 我们都是送一些富士 或者是发了一些水果东西 货质并不高是吧 我看 对啊 我们都是卖了一些便宜的 老挝人一般都是农民一般穷 卖的便宜 每天都过来拉吗 对 每天都过来 原来根据规定 便宜每天出口八千元以下的货物 都可以免关税 由于老挝人不愿意到中国来进货做生意 于是不少中国人就自己成了送货狼 将中国的富食品等货物 直接送到老挝人的家附近 送货上门也成为摩罕口岸的一个特色 就存在那商店里面不得不行吗 我们讲实际上这种 如果卖水果的话 一天卖一个 卖新鲜的更好卖 不是像这种拉过去 卖不完就 不好卖完就这样子 就每天都好 对 口岸边上的一个仓库里 在老挝做生意的罗建国 找了四五个人一起清点老挝币 以便换成人民币后到昆明再进货 根据汇率 一张面值五万元的老挝币 只相当于四块钱人民币 因此要换二十万元人民币 罗建国带来了一缕行贷的钱 雇的人也数钱数到了手抽筋 老罗告诉记者 现在中国人到老挝做生意的越来越多 竞争也更加激烈 中国人过去多了 竞争比较近 比较强 你们是每天都过来拿货吗 不是 我们是一个月来一次到昆明 来来就把它拿到这个货站 货站就能够老挝印给我们卷过去 赵一国在摩汉东部货厂租了一个大仓库 记者见到他时 他正在点货 这个仓库里每天都堆满了运往老挝的货物 仅他们一家 每天都要从昆明运送七十多吨的货物过来 然后交由老挝的货车运往老挝 整个停车场被老挝的货车塞得满满当当 这个就是老挝过去的家具 这个老挝的家具 家具 这个还帮准轻 过去要组装之后就是跟那家具了 这个别有允许 别有允许吧 那个前面那个什么清兜的就是腐食品 就是腐食 对吧 那个是腐食 这个就是电器 这些就是电器 那个什么工方 这些东西 这什么东西 工方 工方是吧 对对 音箱 音箱 音箱在这里的 这些东西是出口到哪个区域的 整个老挝都需要 整个老挝都有 这一堆货是到哪的 这个是到老挝拉帮的 李文青是猛辣海关通关业务科科长 今年的通关量迅猛增长 让李文青和同事们的工作量 一向增加了不少 为了满足货物快速通关的需求 他们不断加快货物的通关时间 像080是到3.06个亿美元 但今年从到1到11月份就到了6.6个亿美元了 希望过来一个贵呢 就是在全部完结了以后呢 就是应该是在一个小时 最快的可以到30分钟 那最迟的也不会超过一个小时 6亿美元的通关量 让摩罕口岸 一跃成为云南24个口岸中 排名第四 或值排名第三的大口岸 中国与老挝互补性很强 中国向老挝和泰国出口蔬菜生活用品的基建设备 从老挝进口木材 矿塘到古 摩罕过去只是一个边境的小村子 离县城有50公里 从1992年成为国家级口岸 到2008年的十几年间 摩罕口岸一年的通关货局才一个容易 2008年发生了什么呢 昆曼大通道的开通 让中国和老挝泰国的贸易更加的便利 现在从昆明到万象的泛亚铁路中线 中老铁路已经基本完成勘探工作 中铁二局工作组已经进驻摩罕 中老铁路不久就要开工 今后铁路的开通将是摩罕口岸 成为我国对东盟进出口最为便捷的路通道 一个公路一个铁路 就把中国和老挝和整个东盟国家联为一起 因为从昆曼公路来讲 240公里就进入泰国 经过老挝段240公里进入泰国以后 就截入了泰国的高速公路 铁路进入万象 穿过湄公河就进入了泰国的铁路 所以说中国和东盟经墨罕 它的位置非常突出和重要 这就是一个我们整个七位的一个非常关键 所以我们说这个穆罕是中国和整个东盟连接的一条重要的最便捷的路路通道 现在摩罕口岸的贸易中 中国与泰国的贸易强劲增长 目前中国和泰国之间 蔬菜换石油 鲜花换水果 冷果换热果的项目已经成功运作 继摩罕口岸的中泰贸易量 明年将有望突破三亿元 徐春华刚刚从泰国进口了一个集装箱的兰花 而今天汉公司向泰国已经出口了两个集装箱的蔬菜送美贵 以前他们出口泰国全部靠空运 现在走路运后成本节约了不少 以前是17嘛 那个空运 一公斤到曼谷的 现在我们从昆明到曼谷 期限就是3块5 已经是很便宜的 那个铁路修通的 应该是货量也更大 从那边过来的货还是我们过去的货货量更大 那个就以后就可能这个发展就其实就更好 随着摩罕贸易量的猛声 狭小的口岸已经造成了车辆的拥堵 今后这里物流仓储需求将会越来越大 对仓储条件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很多企业也瞄准了这个商机 张晓渝是摩罕国际物流中心总经理助理 他们公司就投资了6000万 在口岸4公里外建成一个海关监管货场 实现车辆TPS监控 因为莫罕这个口岸虽然说是 他觉得货技还是挺不错的 但是其实觉得货场还是这一块比较薄弱 海关监控也比较麻烦 所以我们也根据这种市场的这种需求 然后我们总公司也看到这一块 比如说是这个铁路的贯通什么的 昆罕铁路嘛 我们就来投资建设的这个货场 在摩罕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吴冰看来 随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 今后摩罕这个边境小村庄 将发展成为东南亚的一个重要的物流基地 进出口物资加工基地 商贸基地和服务基地 那么摩罕呢 将真正成为中国和东盟非常关键的一个联系点 它将成为一个中老之间第一层 同时成为中国和东盟贸易中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基地 一个口岸 我们的意计是 就是说有些专家意计 中国和东盟的贸易应该在1000亿左右 那么我们这里应该在200亿左右 所以这个前景现在应该说是刚刚起步 如果放在中国地图上的客观的说 云南省并不在中国经济的核心地带 但是如果把它放在世界地图上 我们就能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云南 有人曾经用四段话来形容云南与东盟国家的关系 那就是山水相依 经济互补 背靠腹地 面朝大海 其实呢 看似偏僻的云南 在历史上的并不封闭 在秦汉时期 它就与东南亚和南亚之间形成了一条民间商道 被后人称为是南方丝绸之路 近代以来 云南的经济文化也是深受东南亚国家的影响 而现在呢 它又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一个重要的结合部 具有把太平洋与印度洋连接起来的优势 而且不断完善的公路 铁路 航空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把云南潜在的区位价值 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波动力 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从过去荒庇的边陲 到今天新盛的桥首堡 我们改变不了云南的地理位置 但是我们可以改变的是自己的眼光和思路 好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 感谢您的收看 您可以登陆我们栏目的百度贴吧 来进行互动讨论 或者您有什么样好的线索和建议呢 都可以发送到我们栏目的QQ号83083 稍后请您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再见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